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湾女大学生因质问赖清德避汉遭网报 民进党遭批太恶霸 美猪习产地争议延烧 不明来源美猪流入岛内15个现实 台潜艇即将服役满80年 成全球服役中最老潜见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近年来台湾诈骗汉层出不穷 日前连美国所谓在台协会官员都遭到诈骗犯的无差别攻击 岛内舆论痛批 当局耗费巨资 成立数位发展部 打击诈骗成效不章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媒所谓在台协会近日分别在脸书 IG贴出中英文警示公告 呼吁台湾民众提高警觉 近来有不孝网络分子 假借该协会及协会处长孙小雅之名义进行诈骗 该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台湾舆论热议 舆论矛头直指民进党当局成立一年的数位发展部 该部门喊着打击诈骗的口号却毫无实际成效 且出境预算大幅增加 据台湾联合报道 台数位发展部明年出境计划共34项 预算高达3736万元新台币 而今年度为1408万元新台币 明年出境预计人天数为2420天次 对比今年609天次增加约4倍之多 有民意代表讽刺 数位发展部出境预算 许多名目与民众期待发挥打诈 保护信息安全功能有极大落差 数位发展部不如改名为数位出境部 来关注党内新闻 目前距离2024年选举投票日已不到白天 各参选人加快选战步伐 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7号推出部分农业征件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以及独立参选的郭台铭 同日军到新北宫庙遭事 请看详细报道 侯友宜在与农民座谈时说 12年高中值补助的牌付条款已取消 他当选后也将取消农与民子女奖学金的牌付申请条款 在场有农民反映后里经常缺水 即使是特定农业区也常常水不够用 侯友宜承诺 台当局收回农田水利会没道理 他当选后要还给农民 恢复以前的人民团体体制 让真正懂农业的当地人经营 对于台湾爆发美猪习产地争议 侯友宜表示 如今台湾爆出美猪习产地 伪造产地 台当局要做让人民信任的当局 进口猪肉标示要清楚 人民才不会惊慌 赖清德 柯文哲 郭台铭7号 均在新北五股赫胜公早市 赖清德表示 未来如果有机会当选 会替全台湾艰苦人修房子 对此 柯文哲批评 民进党没有政策 只会大洒币 短期操作的执政方式 让台湾更困难 没有长期计划 只有短期补助 将来副作用很大 柯文哲说 私立大学生补助 三万五千元新台币学费 也没办法解决 十年内关闭四十所大学的命运 进口猪肉每公斤 补贴六元新台币 怎不去改善台湾内部养猪事业 鸡蛋 猪肉都补助 农业到底有何政策 根本讲不出来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选人赖清德 日前赴台湾中山大学演讲 一名女学生因提问 如何解决民进党诸多贪污避案 事后遭网络围剿 舆论痛批 民进党当局太鹤霸 请看详细报道 据报道 该学生提问如何解决 民进党诸多贪污避案事件 赖清德却反问 是哪一个具体事件 该学生因一时之间没有答出 会后遭到绿营网军批评攻击 事后 该学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因为对弊案有太多的印象 一时之间还真说不出来 他更指 如果执政者给大家印象是弊案很多 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他以蔡英文的博士论文为例 称 如果博士论文需要封存不能查阅 他也觉得很不正常 如同林志坚在论文问题上 从头到尾闪闪躲躲 事实证明就是抄袭 他的说法再次引来攻击 更有网友贴出他父亲的社交账号 让网友讨论留言 对此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表示 民众有问证的权利 赖清德身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面对这些质疑 应该要反思检讨与道歉 民众提问却遭人肉搜索 这样大家怎么敢问 痛批民进党当局太恶霸 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表示 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赖清德的回应摆明就是睁眼说瞎话 考验民众的智商 他痛批 只需诚实回答 有错该改进就改进 赖如此回应绝对是扣分 中国国民党民代理得为批评 民进党连学生也不放过 根本是民主倒退 日前台湾桃园市卫生局 查获两家肉品业者 从美国进口笼动猪肉 重组制成火锅肉片后 将产地标注为加拿大或英国 岛内食品安全争议持续延烧 请看详细报道 据初步统计 有超12万公斤不明来源的美国猪肉 流入15个岛内县市 令台湾民众人人自危 深恐食用可能含有 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岛内多县市10月6号 展开自救行动 清查此类不明来源的猪肉流向 仅台中市一地 就发现数十家下游业者受害 台北市同日也公布核查结果 习产地美猪被贩售给该市41家业者 台北市还在核查中发现 5家餐饮业者的猪肉原产地标示违规 其中1家未标示产地 4家原产地标示不实 岛内县市的紧急追查 未能解除台湾民主忧虑 有台媒发布网络调查 截至6号下午4时 超过3.9万人参与 其中对于美猪又出现尾标 你觉得台湾市安真的安全 选择安全的投票者仅9% 显示岛内民众 对美猪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民进党当局对此反映态度恶劣 台卫福部门官员王碧胜 6号公然将岛内的沸腾质疑 只为铺天盖地而来的操作抹黑 还自夸民进党当局 一直积极把关进口猪肉 对此国民党方面质疑 从鸡蛋到猪肉都时不安心 台行政机构到底在干什么 国民党痛批负责食安的台行政机构 副负责人郑文灿 对食安问题到目前为止始终 无法解释清楚每天都在搞选举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期消息 台湾第一艘所会自造潜舰海坤号 9月28号举行命名及下水典礼 近日来潜舰话题引发各方关注 据台媒报道 全球仍然在服役中的最老潜舰 竟然就在台湾 请看详细报道 据报道 台湾海军现役的海狮号潜舰 7号突然因为年龄 登上美国海军协会社交账号贴文 贴文写道 全世界海军仍然在服役中的最老潜舰 就是台湾的海狮号 该潜舰原本为1944年动工的 美国待遇号潜舰 于1973年出售台湾 而海狮号将继续服役至2026年 届时已经逾80载 据报道 海狮号潜舰是美军二战末期出厂的 柴电潜舰系列 1944年11月下水 1945年3月17号服役 同年7月底开往太平洋海域后 8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战正式落幕 该潜艇完成巡航后回到美国 直到退役前都只在地中海 加勒比海等区域活动 1973年从美国海军退役 美国于1973年将该潜艇移交台海军 随即命名为海狮号 是台湾地区第一艘正规潜艇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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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